本台早前为您报道过一则有关霹雳州江沙四名姐弟因为家庭出现状况 其中三名年幼的兄妹被迫搬到儿童之家居住的新闻 如今年幼的三兄妹已经重新投入校园生活 由于担心孩子们不愉快的生活经验 会给他们带来童年阴影影响他们的心智发展 学校特别安排了辅导老师开导他们 穿上袜子 鞋子 干净的校服 背上书包 来自江沙的贵家三兄妹获得转校安排 目前九岁和七岁的哥哥已经入读安顺三民华小一校 至于年仅五岁的小妹则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幼儿园 三兄妹开始融入新校园生活 过程也没有哭闹 三民华小一校董事长拿督蔡金来告诉记者 秉持着爱心教育理念 他们将尽全力照顾这三名孩子 让他们安心求学 他们全部的学费 包括食物方面都全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用爱心的计划来推动 我们这个乌儿 包括布斯丹在这个Jets Home 还有其他的 如果面对家庭有经济的问题 都会来找我们的董事部 该校加写主席蔡耀良坦言 三兄妹在原生地有不愉快的童年经历 担心这会造成他们的童年心理阴影 因此学校将安排辅导老师开导他们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人格塑造它会影响到它成长的过程 所以人格塑造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已经安排了辅导老师 我们的校长老师们也会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关注 学校也已经安排着三名孩子到医院进行体检 他们还有一位11岁大的姐姐 他们的父亲因为酗酒三个月前突然暴毙 留下一名略有智力障碍的妻子 由于为母者没有能力照顾这四名孩子 小孩还这么小生活起居成了问题 引起社会大众关注 大姐目前和奶奶一同居住 NTV7 霹雳采访报道